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呢 在一些道路旁边 常常可以看到这种 小心灵脚销穿越的号制 主要呢是要提醒驾驶人 这里呢可是有动物出没的哦 所以要减速慢行 有很多动物呢就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不小心被车撞到了 所以阳明山国家公园就首开先例 尝试设置生态狼道 让动物呢不用穿越马路 可以走这个地下道 现在呢不止国家公园 在国道三号也开始尝试 设置白鼻心的生态狼道 到底有哪一些动物 是在国道三号上面发生车祸事件呢 而这个生态狼道 有没有发挥功效 当试图穿越道路 成为野生动物的惊险大挑战 该如何为他们找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道路带来了交通的便利 也对经过的自然环境 带来复杂的影响机制 对于住在两侧的野生动物来说 道路的产生同时也是噩梦的开始 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冒险横跃 这时候马路如虎口就是最贴切的形容 台湾的道路密度高 平均每100平方公里 就有83.3公里的道路 其中规模庞大 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国道 极快的车行速度 24小时不间断的车流 再加上超过30公尺的宽度 道路自死的情况几乎每天上演 到底高速公路是哪些动物的黄泉路 哪些路段经常有动物车祸 面对漫长的国道 要能持续不间断的收集资料 调查工作该怎么进行 谁会是最适合的调查人选呢 来自不同公务段的清洁人员 齐聚一堂 透过课程的引导 他们将从清洁人员 变成国道动物伤亡的调查员 希望大家帮忙做调查的主要目的 就是国道我们如果撞很多动物 那有没有哪些动物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我们又可以想出办法来 去减少它的车祸量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 让大家在野外帮我们看到的时候 可以做比较详细的记录 果子梨 幼欢 食物 这些就是可能比较珍贵的种类 是我们比较重要的 特别里面是果子梨和幼欢 比较容易混淆 然后鸟的部分我们分两类 大鸟和中小鸟 是用鸽子为准 这个要分清楚 要带的东西大概包括 数位相机 黑白板 笔 然后无法辨识的一些物种 包括老鹰 字迹 一些奇怪的鸟 没有见过的鸟 猫头鹰 穿山甲这些 尽量帮我们拍摄清楚 鹿绒清洁人员开始认识 平常工作时捡到的动物 也明白了调查任务的意义 以及如何执行 实际上路 遇上动物尸体 就不再是快速地扫进垃圾桶 冤生 有啊 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現在要去山 去山齁 看鳳梨山 這個北上耶 北上三連四北四 這鳳頭蒼園 你看他做的鳳頭蒼園 對,因為我有最過程 我們有,我們知道 有時候遇到的事 我們都會做紀錄拍照 然後把它用袋子裝起來 然後聯絡我們的人 帶回去公務段 把它冰存 像這個鳳頭蒼園 還有綠繡炎 還有那個白頭翁 還有那個蛇也是有 各種動物都有 就是幫忙把這些 屍體還有這些火的東西能救火的話 我們感覺很快樂 不會很辛苦很快樂 每天他們到 做這個清潔工作的人員 去執行這個調查 有它在資料搜集上的好處 而且它是長時間的 每天進行的 加上他們的安全 又比較有 這方面的考量 就是有一些工程車會跟著 對,所以這些考量上 以清潔人員來做調查 它的好處很多 顧問公司與高工局 合作建立起 特殊的調查制度 不過許多清潔人員 對生態還不熟悉 寫下的記錄有些很特別 野生動物的部分 當然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要鼓勵他們盡量用拍照的 因為非常多物種是我們 不認為說它在國道上 會常出現的 譬如說翠鳥 或是啄木鳥那一類的鳥種 然後當然他們在紀錄上 有很多很特別的 包工局還將撿到的個體 送往柯博館 製成標本之後 作為生態研究的資料 我們現在也進不去 因為被我們塞滿 現在看起來鳳頭蒼鷹是 有比較多隻 也有貓頭鷹 靈角蕭這些貓頭鷹 也有翠鳥 那種應該是要在水邊覓食的 我們叫魚狗的一種 很漂亮的小鳥 我動物現在倒是白鼻心 真的比較多 是很奇怪的 那要不然就是野兔 所以我們大概會把高工局給我們的標本 有兩個選擇 就是我們一個 也是像這樣子 做成研究用標本 好 那這就是棒狀的研究用標本 那它的骨頭 就令我們再做成 像這樣子的骨格標本 好好的放在箱子裡頭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說 其實公路真的是野生動物的一個潛在的殺手 我們其實以前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慢慢慢慢這個證據 透過這些標本可以累積 那累積到後來 我們就可以逐漸逐漸的了解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物種 會在公路上受害 也許這個受害的物種的清單或範圍 是遠超過我們可以想像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證據才能夠說明這件事情 經過大規模的長期調查 國道的道路致死情形有了明確的數據 穿山而過的國道三號 經過許多野生動物的棄地 道路致死的情形比起其他國道還要多 從民國98年2月到今年1月 總計有15000多隻動物車禍死亡 以鳥類和中小型哺乳動物最多 統計下來 木柵 關西 大甲 白河等幾處 中小型哺乳動物的熱點也逐漸清晰 其中在白河公路段的嘉義民雄路段 就有好幾筆記錄是保育類的白鼻心 那個路段的周邊 因為是有大面積的森林跟果園 這個都是動物比較喜歡棲息的地方 所以我們研判那裡可能是白鼻心的一個 它的棲地 為了減輕國道對白鼻心造成的衝擊 顧問公司建議利用現有設施 盡快設置生態老道 動物通道算是只是事後的一個減輕措施而已 並不是說我們都要靠動物通道來 就可以解決這些影響 但是因為國道的部分 它畢竟結構量體都很大 然後使用頻度也很高 所以我們當初還是優先考慮 我們是物種不同去優先考慮 用動物通道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是針對整個國道 大概那一段熱點大概有30公里 我們去一處一處它下面的各種結構設施去做調查 有調查了70個通道 就是兩邊可以通過的洞 我們就依白鼻心這一類的目標物種的需求 我們再去考量說有哪一些比較需要注意的 民國99年4月在通車將近10年之後 國道3號上終於出現了第一個 為白鼻心所設的生態老道 沿著公路兩側設置1.1公里長的圍網 把動物導引到下方的排水寒管 請問一下這個設施態的問題 為了要讓動物能夠很順利的走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架設了檢疫了這個 結果我是走到 我們有設這個照相機攝影機 確實它也是有行走 利用這種空道來穿越這個影像出來 就像那個蝙蝠啦 還有一些幼蕃什麼那些保育類的動物都有 可是數量不像白鼻心那麼多 白鼻心的數量是最多的 98年的4月到8月這個算是一個 它會發生道路自死的高峰期 跟99年就是設置完成以後的同樣期間來比較 設置前我們總共到路自死的這個數量有4筆 然後設置完成以後是只有一筆 那就是可見就是說它是有減少的 高工局也計劃在其他動物車禍頻繁的路段 再增設生態狼道 根據我們那個調查的結果 這邊也是屬於熱點 那我們也在裡面有發現 白鼻心那個腳印的蹤跡 所以我們判斷 認為這邊是它有在行走 狼道設置之後監測的工作必須持續 後續還有許多觀察重點 有沒有因此而穩定了這個生態系統 還是因為你的這個狼道的建立 反而讓某些物種受惠 某些物種不受惠 變成不均勻了 那其實這個是常常發生的 常常發生的 因為任何一個設計呢 可能沒有辦法讓所有的動物都喜歡 你還是得針對你的在地環境條件 去做一個微調 甚至比較大規模的調整 要減輕道路對環境產生的衝擊 生態狼道是方式之一 不過它絕對不是萬靈丹 道路開發必須有嚴謹的前期資源調查 路線規劃應該盡量避開重要的 動物棲息環境 如果無法改變路線 而選擇搭配生態狼道 也需要嚴謹的調查做基礎 開發的時間非常的短 然後需要你去彌補的 可以讓你有時間去思考的 非常的急迫 常常都是四到零頭了 我們今天這條公路 大概半年之後就要開始動工了 所以好那我們 結果不小心被人家發現了 某一個生物在這邊棲息 所以我們只有半年的時間 要替這個生物設計一個生態狼道 那像這樣子急救章的做法 你很難達到目的了 國道三號道路致死的事件中 比例最高的是鳥類 數量高達一萬多比 當中鳳頭蒼鷹與靈角蕭 被撞死的數量更是名列前茅 顯示還有許多需要幫助的對象 過去大部分的生態狼道 都是針對陸地行走的動物 那如果我們可以開始針對這些飛行動物 像鳥 像蝙蝠 像蝴蝶 甚至昆蟲 這些動物能夠盡一些心力的話 那也可以去做其他國家的典範的 未來要如何幫助傷亡慘重的飛行動物 持續減輕國道對動物的衝擊 白皮信生態狼道只是第一步 更困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